目前就是毕竟明天早上會幫阿爸出院 因為他每天情緒不穩 鬧著很穩 他目前平穩感還不是很好 然後他的左右眼都有分別有外邪式跟上邪式的問題 然後兩眼膚色的問題都沒有問題 一直要持續的追蹤 他就是只要回想到他的傷 還有他現在外觀變成這樣 然後他想到他的疼痛 讓他覺得就是很不能接受 為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在他身上 他目前還沒有接受理由 因為他目前有時候他會 不管就是他不想講了 他就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的情緒目前還沒有辦法很穩定的控制住 他那天是覺得說 他基於保護同學啦 他是覺得說他就一個人被打 默默被打沒關係 他也是至於說他想保護其他同學的安全 我兒子他有說他當初啊 就是一直跟對方也道歉了 一直跟他們道歉 為什麼他們還不願意就是放過他們 還要把他打成這樣子 對我說 因為我兒子當初是被他們架到旁邊 而且叫他跪下 跪下然後再從後面開始一直打他 對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誇張 目前警方是有跟我聯繫說 三個人已經激壓 但是目前爭犯的激怒的話 因為之後檢察官還會再跟我約個時間見面 那我還會再跟大家瞭解 第一步的狀況是如何這樣子 家屬是從上次都沒有在跟你聯絡嗎 都沒有 完全沒有 我這個部分也是有一些壓力嘛 對 因為會有很多人提醒我要趕快和解 他是說對方是有背景的 如果你日後還要長長久久的生活的話 最好趕快和解 這樣子 但是他們也是基於好心跟我講說 也是給我這方面的建議他們也是出於好心啦 但是對我來講可能是一種警告 或是有一種微情的氣氛 目前的話同學是都有 都有通知說要來看他這樣子 目前應該也都會鼓勵他啦 對 但是對於他目前的情緒可能都處於 十分的暴動了這個狀態 因為他會覺得很 還不能接受他為什麼頭會被 疯了那麼多針 對 總共46倍啦 當然不能接受他目前的樣子 因為他真的是 對他自己的打扮 他自己有他自己獨特的風格啦 那目前他很在意他的頭髮 頭髮被踢光 他是從左耳上面一直開到往後腦 繞一圈繞到前面 所以他整個是頭顱頭蓋骨有打開過 他被拔的時候當下 痛得要命 他頭也痛得要命 所以說他對這種痛是非常的感受深刻 也非常的無法接受啦